她既是皇帝宠爱的妃子 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女作家 她自幼饱读诗书 德才兼备 经历脱俗 琴棋书画 洋洋精通 被中国古代的侍大夫 誉为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完美女性 你知道她是谁吗 她就是生活在西汉后期的班杰宇 班杰宇出身于一个名将之家 父亲班旷是汉武帝手下的一员猛将 曾经为抗击匈奴立下过汉马功劳 而她也是汉书的作者班固和才女班昭的姑母 班姑娘从小喜欢诗词歌赋 熟读文史 精通音律 十七岁那年 天资聪颖 蓝星绘制的她 被招入皇宫 据说当汉成帝刘敖第一次见到她 就被她的才情所打动 先是被封为少使 后来又尽封为婕余 相当于后来的贵妃 从此是身受戎宠 时常陪伴在成帝的左右 汉成帝把她当成了红颜知己 只要遇到不顺心的事 第一时间便找她倾诉 班杰宇这个女人不仅聪明伶俐 而且是博文强继 常常和成帝聊聊历史典故和野史趣闻 排解她心中的苦闷 有时候还会问她弹琴奏乐 她的一平一笑 温柔大度 矜持沉稳 就像磁铁一样吸着皇帝 班杰宇不但长得花容月貌 而且颇有才华 写的一首漂亮的词妇 可以说是才貌双全 比起宫中的其他家历 班杰宇独有一份雍容华贵的气质 和无以伦比的人格魅力 而汉成帝跟一般那种脑满肠肥的皇帝也不一样 从小就相貌不凡 狠讨爷爷汉宣帝刘巡的喜欢 长大了以后也是英俊潇洒的帅哥一枚 跟班杰宇站在一块 绝对是精童玉女天作之和 宫女和太监每次看见两人在一起 就立马换成了粉丝般的尖叫 绝对是CP啊 那段时间汉成帝跟他可以说是形影不离 走哪都带着他 为了讨他的欢心 成帝还特地叫人造出了一辆特大号的碾车 方便和班杰宇一同乘车出游 可是按照汉朝的理智 皇后和妃嫔是不能够跟皇上同坐一辆车子 于是当汉成帝兴致勃勃的邀请班杰宇一同乘车的时候 他却婉言谢绝了 还说了这样一句话 圣贤之君皆有名臣在侧 三代莫主乃有婢女 班杰宇的意思是说 我读史的时候就曾经看到过古时候流传下来的画册 凡是贤德的圣君两册都是名臣良将 只有夏商周三代的王国之君 夏节商周和周游王身边才有妃子的陪伴 如果臣妾现在和陛下一同坐在这碾车之上 那我们岂不是和那些王国之君以及他们的妃子一样了 这一番说辞不仅让汉成帝顿时是心悦诚服 让在场所有的宫女和太监惊呆了 一般的妃嫔遇到这样的好事还不乐得屁点屁点的 谢恩都来不及呢 这班杰宇却时刻保持着头脑的清醒 不但不得意忘形恃宠而骄 反而时刻严于律己 谨守作为一名妃子的本分 还知道规劝皇上 这学问 这眼界 这胸襟 简直甩后宫 那些只知道争风吃醋的妃嫔们 几十条街啊 据说这事呢 很快也就传到了当时的皇太后王正军的耳朵里 王太后呢 非常欣赏这个知书达礼的儿媳妇 并顺手点评了一句 古有樊姬经有班杰宇 在这里啊 王太后把班杰宇跟春秋时代楚庄王的夫人樊姬相提并论 樊姬这个女人很贤惠 当年呢 曾辅佐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把班杰宇比作樊姬 相当于啊 是被妇联授予了三八红七首啊 无疑是对他最好的鼓励和表彰 只可惜 汉成帝不是楚庄王 他既没有楚庄王的政治头脑 也没有那种雄才大略 只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 一次 汉成帝微服出巡 在杨娥公主的府中 遇到了那个身材娇小会长上起舞的赵飞燕 结果 汉成帝的圣上线 立刻处于爆表状态 二话不说 便将他带回宫中 赵飞燕出身贫寒 没有班杰宇的那份清高 更不像他那样博学多彩 只知道夜夜声歌投其所好 靠曼妙的舞姿 靠万种的风情 变着法的讨皇上欢心 女闺蜜小凤呢就跟我说 男人都喜欢淑女 但男人更爱妖孽 即便班杰宇再满腹诗书 在温良贤淑 和对于肤浅油腻的汉成帝来讲 他根本就欣赏不了 也理解不了 反倒被一个性感妖娆 会卖弄分情的狐狸精 给整得五迷三道 不久 弃宠敖娇的赵飞燕呢 又将自己的妹妹赵和德 带入皇宫 从此俩姐妹深受汉成帝的专宠 而那位风流天子 也彻底陷入温柔乡中 日复一日 难以自拔 这赵氏姐妹可不是班杰宇 身在高处还懂得进退有度 相反 却一招得势 翻脸无情 俩人的飞扬跋扈 首先引来了许皇后的痛恨 许皇后多次跟赵氏姐妹发生冲突 对方都不依不饶 无可奈何之余 这许皇后便想出了一条下策 在自己的寝宫中设置神坛 每日诵经礼拜 祈求皇帝是多福多寿 也顺便诅咒赵氏姐妹灾祸临门 谁知隔墙有耳 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赵氏姐妹那里 他俩跑到汉成帝跟前告状 说许皇后不仅咒骂自己 也咒骂皇帝 汉成帝一怒之下 就把许皇后给打入了冷宫 没想到许皇后失势了 赵氏姐妹还不肯善罢甘休 又把魔爪生下了一项 都安分守己的班杰宇 因为班杰宇在皇宫内的人员实在太好 这就是一个强大的威胁 总之对赵氏姐妹来说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霹雳 于是赵飞燕和赵和德又去汉成帝那里告了一状 说在宫中搞巫蛊之术 诅咒皇帝的不光有许皇后 也有班杰宇 煮饭倒了 从饭也得一并处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项独身自好的班杰宇 会不会招来灾祸呢 欲知详情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让冰冷的历史变得有温度 让久远的故事更加接地气 我是曾子航 欢迎点赞并关注我